剛才我們做的動作是 我ridden出1到10的數字存起來 然後現在我就從那個alpha list裡面 抓index為剛才ridden出來的那個index 出來的值 把裡面的值取出來存起來 印出來 我那時候就做這樣的動作 可是我現在多做一個動作 我儲存起來之後 我把原來的alpha list 該項目刪掉 該項目刪掉 我要用的是list裡面的remove 待會我要刪掉之前 對不起 我要刪掉之前 我先把剛才取出來的存起來 好不好 我存到另外一個list 我再取一個list 來 叫做result list result list 原先是空空的 所以create empty list 而且我每次按按鈕的時候 我也要把剛才的result list清空 好嗎?每次按按鈕 讓結果的list清空 清空 清空以後呢 現在我要把剛才抓出來的值 加到add item to list 剛才我把值存下來在alpha 現在我把alpha這個item 存到哪個list result list 可以嗎? 放到這裡 放到這裡 我把剛才reden的值 從alpha list裡面取值出來 存到了alpha裡頭 接下來我把alpha這個 當項目 新增到結果的list 新增到結果的list 然後呢 同時 我再把alpha list的 那個index的值刪掉 用到的是remove list item 把那個index刪掉 把那個index刪掉 剛才reden過來的index 從哪個list刪掉 alpha list 我把alpha list那個index刪掉 我把alpha list那個index刪掉 我新增到result之後 我就把alpha list那個項目刪除 好 刪除之後呢 我想看一下結果 好不好 我想看一下 其實我想要看幾個結果 我想要看 一個是alpha list現在剩什麼了 一個是result list 後來是什麼了 可以嗎 好 所以來 我把join起來之後 丟到label讓大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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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join起來 然後我把join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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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一下 alpha list經過這一步之後 它內容剩什麼 然後把它印出來 而 我把它移到了result list之後 那裡面是什麼 之後串起來之後 放到label給大家看看 所以這時候 來看喔 我取值 喔 alpha list項目有 A B C D E F G H 欸 i不見了 i被移出了 i放到哪裡去了 另外一個list 可以嗎 所以我剛才第二步所增加的動作是 這個 最主要是這兩個 我把剛才random 就是抓出來random出來的index 我把random出來index 從裡面去抓那個index裡面的那個值 剛才是這個 9 那可能random出來是9 9之後 我去抓 alpha list index為9的這個項目 在這裡喔 是跟這個有關喔 我抓alpha list裡面 index為9 就是這項目 取出來放到alpha 可是取出來放到alpha之後 我必須把取出來的那個值 就是alpha 先趕快新增到 結果的那個list 所以用addItemToList 這個加過來 加進去 然後再把原來的 alpha list裡面的那個項目 移除掉 所以remove this item 然後最後我只是把它印出來而已 可以嗎 這一步 還是 我現在還是只有一個index喔 還是只有random出一個東西出來而已 你看 我怎麼random 你看 random出f 裡面又少了f random出來 欸 第三個 所以把第三個 先加到結果 是這一項 之後把c 從裡面移除掉 是這一項 因為 index是3 所以我從alpha list 把index為3 的abc 這項 刪除掉 所以 一個新增以後 再把原來的刪除 就是我現在加的這兩個動作 好 到這裡 這是第二步 等一下還有 第3第4以後的步數 所以先到這裡 各位操作一下